最近的纽约黄金出现了连续的上涨,从5月底的1273美元,短短几天就涨到了1344美元,涨幅超过了5%。 这个位置已经迫近了5年的高点,要知道黄金自打2013年跌破1400美元之后,就再也没上去过。 与黄金相对应的是,原油出现了急跌,纽约原油从5月17号开始就发生了急跌,从66美元一桶一路跌到了50美元左右的位置,跌幅达到了24%。 我们也专门讲过原油的走势,主要是因为全球都在担心经济放缓,再加上美国市场库存突然升高,所以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。 我们一般管美元叫做美金,而原油叫做黑金,所以美金、黄金、黑金其实三者之间是密切挂钩的。 黄金和原油都是美元计价,所以美元涨,黄金和原油就跌,美元跌黄金和原油就会涨,基本上黄金和原油都会出现同向波动。 所以如今黄金和原油的反向波动就显得十分的不正常。 在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叫做金油比,是用来形容黄金和原油的关系的,就是用每盎司的纽约黄金比上每桶纽约原油,也就是1344美元比上54美元,比值是24.8倍。 我们看到金油比的均值呢是16倍普及,低于16倍说明黄金低原油高,而高于16呢,则黄金高原油低。 金油比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世界经济比较平稳,而当金油比超过25,世界经济就总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 最近30年唯一一次例外就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,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,金油比可能会预测经济危机,但纯粹的金融危机可能反应并不那么强烈。 现在金油比已经涨到了2008年的水平,而且还在快速的上涨,这就给我们全球的经济亮起了红灯,未来很可能会发生经济减速的情况。 所以这个不得不放,在我们的配置中也要加入一定比例的黄金,从而达到平衡的目的。 有人说黄金已经涨了很多了,还能不能配置呢? 如果你站在一个大的格局下去思考黄金,它现在还是在底部筑底的区域,跟之前的1900美元一盎司的高点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未来如果世界经济真的陷入动荡,恐怕黄金还会上涨。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疑惑,说金油比最高也就是40倍,绝大多数情况不会超过30倍。 那么是不是说这次黄金涨幅也并不会太高呢? 按照现在纽约原油的价格计算,也就是1600美元一盎司左右的位置就应该到头了。 如果油价继续下跌,那么黄金甚至可能涨不过1500美元,空间似乎也并不大。 是的,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美元始终坚挺的基础上的。 但是我们早就说过,美金、黑金、黄金这是三维空间,任何一方运动都会引发整个的价值关系变动。 美元最近也在下跌,而且跌幅还不小。 从美元的走势来看,做头的迹象是十分的明显。 美元指数98点这个位置,攻击了一年都没有上去,那么很可能会掉下来。 如果美元下来了,黄金和原油可能会恢复到同向波动。 也就是说,黄金越涨,金油比可能会越低。 比如2008年,为什么先有一个低点,然后又有一个高点呢? 就是油价先暴涨又暴低,而黄金反而是一直在涨。 还有,黄金的最高点出现在2011年,达到了1923美元一盎司。 而那时候的金油比其实并不高,还在16的均值以下。 是因为当年的纽约原油价格也在100美元上方。 之所以造成这种黄金油价双高,但是金油比不高的情况,主要是当年美元指数只有74点。 而相反,为什么2016年的金油比极高,高出了天际线,达到了40倍? 主要是因为当年美元指数达到了最高点,103点。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,在危机爆发之前,是美元高,黄金低,油价高。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标志,随着世界经济不确定的到来,会出现现在的这种情况。 美元高,黄金走高,而原油走低,金油比逐渐的升高,开始报警。 后面呢,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,全球央行会开始宽松,刺激经济。 以美元为主的货币开始贬值,相对黄金开始走低,所以就会造成美元低,黄金高,油价高的情况。 这时候并非是担心影响的,而是因为美元计价导致着大宗商品走高。 再然后经过刺激,取得了一定的效果,美元开始走高,黄金开始下跌,而油价也在下跌。 经济开始逐渐的趋稳,最后回到美元高,黄金低,油价高的趋势。 之前呢,我们在讲美临投资中的时候也提到过,基本上也反映了这个循环的过程。 在通胀时期,美元开始走低,而原油走高,黄金高。 而进入滞涨的时期,主要表现就是原油贵。 刚开始进入衰退阶段呢,美元会走高,原油会逐渐走低,而复苏阶段,原油需求会从底部开始逐渐攀升。 所以综合来看,现在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不确定性频发的阶段。 多配置点黄金商品,起码没什么坏处。 未来大概率美元是要下来的。 一旦美元这个因素开始逆转,那么以美元计价的其他的资产价格都会提升。 还有人问,能不能买美元债呢?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美元了,可以去买美元债。 因为美国经济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,但是如果你拿的是人民币,没太大的必要去买美元债,还不如买点黄金划算。 因为汇率波动最近很不正常,人民币能够快速的下去,也能够快速的上来。 美元债的债券收益率就那么一点,一旦汇率开始大幅波动,你可能会损失惨重。